一男子拿著球棒抵住轎车 驾驶车窗不让他开走 同一时间扼煞笔手画脚 指着驾驶座上的女子不停叫骂 下了楼上邻居赶紧探出头来 一棍一棍用力打破车窗 球棒男一边讲电话 还能一边嚣张砸车 而且攻击对象正是他的枕边人 这做老婆的就怕下一棍 直接落在自己身上 下一秒油门催了气 却把事情不得越大 杂货店层架被撞到整座变形 货品散落一地不说 就连旅门框都凹了好大一块 金钱场面刚好就在国小对面 冲撞店面一瞬间 正好是学童下课的尖峰时间 冲破我们前方那个导户的挡杆 冲断断掉之后 然后再前行到这一副民宅 我没想到听说车来 我听他说他跟他人常在玩家 重回事故现场 车头灯碎片都还留在地上 被撞上的路旁台阶也是原地解体 这档车祸就在23号下午4点多 基隆暖暖的宁静街上 开车的陈姓女子因为跟老公吵架 一言不合就开车出走 靠近国小路段因为没驾照 而且又不熟悉路况 直接撞上学校门口 导户挡杆还差点撞到小朋友 警方获报到场查气 发现他开车前进在西石堵咖啡包 警方掌握这老公问题也很大 前一天才砸坏邻居车辆 隔天又动手砸毁自家的车 所幸国小岛户第一时间拦住 正要过马路的学童 没让车祸事故再扩大 静新闻杨冷准许中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